另外这个航警局从今年3月 就陆陆续续接获到好几起窃案 有人说坐了飞机之后 他们东西就不见了 那经过他们比对就发现 有一名中国籍的男子 都正好在这些被害者的座位附近 后来就发现了原来这个小偷 就是这一名汪姓中国贤 他从今年的时候就频繁的搭飞机 而且还来台湾转机 算下来他这7次犯案得手了80万块 他是怎么做的 原来他就是锁定从亚洲转机到欧美 这样长途的航班 由于在长途的航班当中 大家一定都会睡觉 他就趁你睡觉的时候 把你的东西给偷了 男子才刚把背包放好 却有一名西装男走了过去 在同一个行李架上东翻西找 看似在寻找自己的物品 实际上他瞄准的是其他旅客的贵重物品 但没想到这一连串的假动作 都被埋伏远景看在眼里一一搜证 以下飞机航警局专员请旅客检查背包 发现应该装着厚厚二十万日币的塑胶带 只剩下薄薄几张千元钞票 今年三月起航警局接获五起实切报案后 交叉比对 发现受害者的航班中 都有一名中国籍的汪姓旅客 而且座位很巧都在受害者附近 汪姓嫌犯等到其他乘客熟睡时 就会将他人的包包带到自己的座位上心切 偷走欧元美金再换成低价货币 掩人耳目 三月时他从香港经台湾飞往巴黎的路程中 就以这样的手法将被害者的美金 欧元换成印尼盾 得手近十一万台币 五月时也曾经偷走价值新台币四十万的美金 跟欧元再塞回柬埔寨债币 甚至还偷走美国运通卡 倒刷八万元 前前后后七次犯罪 不乏所得高达新台币至少八十万元 他落网后被以违反刑法加重窃盗罪嫌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航警局也呼吁贵重物品还是贴身放置 才能避免窃贼有可乘之机 华世新闻杨季宜方请年 刘玉华 桃源吉祥报道 哈喽 我是郑慧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